是这样子的 美来家的平台好不好 产品好不好 结果就在那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如今的我呢 不会再去想着去证明什么 也不会想着去说服什么 就是一门心思的去琢磨 去思考 我如何才能真正的拿到 我如何才能拿到 真正的持续收入 这条路上我到底该怎么走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定心更重要 眼睛向外看的时候呢 参照勿错了 就很容易慌神 就像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哈 明明是对面的高铁在前进 你就会认为是自己坐的 这辆高铁在后退 对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呢一定要把神收回来 因为我们生根的是 自己的美了家 是自己的人生 是自己的生命的活法呀 我个人感觉 首先我们要看清自己的生活现状 尤其是现在网上 很容易看到一些信息 扰乱我们的神经 时间呢 三秒五秒就可以到达一个地方 一秒两秒就可以做好一顿饭 这种感觉呢 这种感觉呢 仿佛我们自己就很有神力 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 就是那种收获可以很快速的成效 唾手可得 仿佛自己呢 只身于山川美景中 触手可及 那个心啊 你痒痒的难受 刺脑着 够不着 是吧 神呢 要飞走了 没有办法定心 那这样子 还怎么能够经营好我们的自己生活呢 当心收回来的时候 内心也是定定的 有了选择的能力 不为外界所动 坐怀不乱 有定力 绝不是来者不拒 合伙人是这样子 生活是这样子 事情也是这样子的 尊重事情发展的规律 就不会乱来 就像一年有四个季节 24 就像一年有四个季节 24个节气 播种和收获 一天呢 有黑夜白天 作息交替有规律 十月怀胎 瓜熟地落 孩子在三个月呢 会翻身 六个月呢 会坐 九个月呢 会爬行 这各有各的节点 有时候想想啊 好在人会老 有时候想一想 好在人会衰老 趁着年轻 我们还有能量去创造 去追求 去实现自我 不蹉跎岁月 不辜负光阴 有梦想 任有梦想的种子 生根发芽 不论贫富 不平庸 不堕落 向着阳光生长 也不能太在乎 那个结果 如果太在乎 那个结果的话 嗯 那最终的结果是离开这个人世间呀 我们能带着什么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呀 我想 这一定是过程中的那个体验 一定是对某一件事 或对某一个人的体验感 是愉悦的 是踏实的 还是遗憾的 是愧疚的 这种感觉是自己骗不了自己的 过程呢 乐在其中 结果呢 就顺道而来 不管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 要相信我们的未来是幸福的 因为我们有创造幸福的能力呀 这是对我们自己的相信 自然就不会被他人的言语所控扰 心中呢 就如 心中 如同有一根 心中 如同有一根定海神针 心中有布局 有未来 有希望 有方向 这样的日子 是多么的有未来 有盼头啊 我现在分享完 我现在分享完 我邀请 就是 接下来邀请 第一位嘉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